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考试点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继续来讨论多恩博士的宏观经济学 在上一章当中呢,我们初步建立起来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那么利用这个模型呢,我们来探讨呢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在长期内的均衡问题 那么这一章呢,实际上我们继续要针对这个模型呢 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那么这一章的标题呢,是总供给、工资、价格与失业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章所涉及到的具体的内容 那么回顾上一章当中我们所讨论过的总供给曲线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分别按照呢 凯恩斯的工资刚性理论和古典的工资弹性理论 推导出两条完全不同的总供给曲线 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 那么意味着呢,这个经济体可以在既定不变的价格条件下 为市场提供满足需求所需要的产量 而垂直的古典的总供给曲线呢 则意味着这个经济呢 会长期的稳定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 那么而与价格水平呢,毫无关系 那么应该说这两条形状差异极大的 或者说形状极端的总供给曲线 不仅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这个工资决定理论基础之上 所形成的价格与总供给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且呢,我们也会发现从这种关系当中 其实也分别反映了两种不同工资决定理论基础之上 所反映出来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以凯恩斯的水平的总供给曲线为例 我们知道在凯恩斯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背景呢 是一个经济大萧条的背景 那么意味着经济当中呢 存在着严重的失业 而由于这条总供给曲线呢 是在既定价格下不变的一条水平线 所以呢,实际上反映出来 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呢 他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是不可能并存的 当经济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时候 那么价格水平既定不变 换句话来说,不存在通货膨胀现象 而对于古典的垂直的总供给曲线 我们知道,那么总供给水平呢 稳定在均衡而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上 换句话来说,经济呢 稳定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 而在这种情况下 价格水平的波动呢 并不会影响充分就业的 这样一个均衡状态的实现 那也就是说 从这条垂直的总供给曲线的角度来看呢 失业与通货膨胀 同样也不会并存 同样也不会并存 但是很明显 这样两条极端形状的总供给曲线呢 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 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我们所观察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因为通常呢 我们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总是会既观察到失业的现象 也观察到通货膨胀的现象 那么换句话来说 从更加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经济问题呢 实际上往往是同时存在的 往往是同时存在的 那么对于这样两者之间的这种 同时并存的关系呢 我们又如何运用总供给曲线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就主要在这一章当中来获得解答 那么我们说在这一章当中呢 我们要重新去审视总供给曲线 我们将会呢 获得一条更加现实的 反映更加现实情况的邪律为证的总供给曲线 那么这条总供给曲线将告诉我们呢 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内 它的总产出水平呢 将和价格水平成正相关的关系 而与此同时 这样一条邪律为证的总供给曲线 也为我们反映出来了 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 此消彼涨的共存关系 也反映出来了此消彼涨的共存关系 而这样一条邪律为证的总供给曲线 又是建立在怎样的工资决定理论基础之上的呢 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 另外一个工资决定假说 就是工资的粘性假说 工资的粘性假说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条更加现实的总供给曲线 而结合这样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所形成的 这个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所形成的模型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探讨现实当中 当供给受到冲击的时候 那么它又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章当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的重要的考点 也是大家在复习过程当中呢 要特别去关注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一共罗列出来了五个考点 在这五个考点当中呢 应该说菲利普斯曲线 工资粘性假说 以及呢 我们所推导出来的总供给曲线的方程 这三个考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历年的考试当中呢 也多次出现 所以大家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 要着重的去看这么三个知识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首先看 讨论第一个问题 菲利普斯曲线 我们知道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呢 最早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去反映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 那么最早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呢 实际上研究的是货币工资的增长率 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了货币工资的增长率 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那么菲利普斯呢 通过对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呢 这个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现了两者之间呢 存在着一种反向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反向关系呢 用这样一个方程呢 表达出来 从这个方程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当现实的失业率 我们用没有来表示 而充分就业率 或者说 与充分就业所对应的自然失业率呢 我们用没有一心来表示的话 那么大家都知道 如果实际的失业水平 就刚刚好达到了自然失业水平的话 那么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就是零 货币工资的增长率是零 或者换句话来说 货币工资水平呢 是稳定的 而当实际的失业率水平 超过自然失业率 反过来说 实际的就业水平 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时候 没有小于没有一心 那么前面括号外面 又是一个负号 负负得正 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 我们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呢 是大于零的 也就是说 当实际的失业水平 低于自然失业水平的时候 换句话来说 实际的产出水平会高于 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的时候 它会刺激工资的上涨 工资的增长率呢 就大于零了 工资的增长率就大于零了 这是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 它主要用来反映货币工资增长率 和失业率之间的变化关系 那么当我们假定 厂商呢 会在工资成本的基础之上 进行一定的加成 来制定它产品的价格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价格的变动幅度 或者说价格的通货膨胀 价格的变动幅度 这个通货膨胀率 那么刚刚好会和货币工资增长率呢 保持一致 当货币工资 实现一定幅度上涨的时候 也会同比例的呢 带来价格水平的上浮 反过来 货币工资的下降 也会带来相同幅度的价格的下降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用通货膨胀率来代替 货币工资增长率 这样就形成了 我们最简单的 或者说原始的这条 菲利普斯曲线 所对应的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呢 就反映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呢 此消彼长的共存关系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方程 或者说与这条 与这个方程所对应的 这条菲利普斯曲线 首先呢 他告诉我们第一点 失业和通货膨胀 这两个现象 是可以并存的 失业和通货膨胀 这两个现象 是可以并存的 其次 这两者之间呢 存在着一种 此消彼长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每当实际的失业率 低于自然失业率 每当实际的失业率 低于自然失业率 或者说经济在短期内 超越充分就业状态的时候 那么通货膨胀率就大于零 那么物价就会上涨 就会引起物价的上涨 而反过来 每当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的时候 那么就会引起物价的下降 那就会引起物价的下降 那么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 之所以会存在这种 此消彼长的并存关系 实际上呢 是源于我们后面要讲的 工资粘性的这样一个假说 也就是说 当工资的变化 滞后于价格变化的时候 如果呢 我们制造了一个 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 那么导致呢 价格的意外上升 那么这种价格的意外上升呢 在民意工资来不及 做出反应的情况下 会降低实际工资水平 而实际工资水平的降低呢 它会刺激厂商 增加产出 扩大就业 从而呢 降低失业率 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 此消彼长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有了通货膨胀的这样 这个菲利普斯曲线的这样一个方程 那么我们也可以呢 对应的划出菲利普斯曲线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条曲线上呢 当实际的失业率水平 与充分就业的这个自然失业率水平 相等的时候 那么 我们的通货膨胀呢 就是零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价格是稳定的 而如果实际的失业率水平低于自然失业率 也就是说经济呢 超越了充分就业的状态 那么它就会导致一个通货膨胀 会导致一个正的通货膨胀 反之呢 如果经济衰退 实际的失业率水平高于自然失业率的话 那么就会引发通货紧缩 就会引发通货紧缩 那么这是我们呢 建立起来的一个最为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 反映这两者之间呢 此消彼长的一种并存关系 那么这条曲线的推出呢 我们说它不仅现实 反映出来了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 这样一种现实的关系 而且更重要的呢 它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而且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呢 作为各个国家政府 进行了政策选择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么菲利普斯曲线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到底如何去理解它呢 我们说在这里 如果我们说假设 那我们设定了一个社会 所能够容忍的最高的失业率 和所能容忍的最高的通货膨胀率 设定好这两个边界局之后 那么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这个代表的就是 社会所能容忍的最高通货膨胀率 而这个点呢 则代表了社会所能容忍的 最高的失业率 设定好之后 我们会发现 整条的菲利普斯曲线呢 其中有一段曲线 它就会刚好落在 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巨型面积之内 而落在巨型面积之内的 这一段菲利普斯曲线上的每一个点 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 与失业率的组合关系呢 都在这个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那么如果现实的经济啊 我们刚好处于这个区域上的某一个点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此时呢 政府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也好 或者失业问题也好 都可以不加干预啊 都可以不加干预 那么直到呢 如果现实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组合点 超越了这样一个巨型面积啊 跑到了它的上方 或者是它的右下方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看到啊 这此时呢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组合关系当中 一定有一个指标呢 超出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最高界限 那么这个时候 政府就可以采用 采用一定的需求管理政策 来解决啊 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经济呢 位于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就意味着呢 通货膨胀率过高 超越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最高界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治理通货膨胀 就是首要人物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呢 就可以实行呢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或者是财政政策 当然一般我们说面对通货膨胀啊 使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更加有效一些 那么来降低收紧银根 减少货币供给量 降低通货膨胀率 那么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降低 那么经济呢 就会沿着菲利普斯曲线 向左下方 向右下方移动到 移回到这个区域面积之内 或者反过来 如果我们的经济目前处在这个点上 经济衰退比较严重 那么失业呢 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政府首先应该采用呢 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 去刺激需求 增加产出 扩大就业 降低失业率 从而呢 帮助经济呢 沿着菲利普斯曲线 向左上方移回到这个区域面积之内 因此我们说 菲利普斯曲线 实际上为政府呢 提供了一个选择不同的政策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标准 他告诉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 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政策 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早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呢 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那么我们说 当政府使用这样的需求管理政策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 来进行政策的制定 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去解决什么样问题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 首先 通过这样的政策干预 的的确切可以改变 或者说可以去调节 经济当中所面临的 最为迫切的宏观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一点 因为失业和通货膨胀 这两个现象是并存的 所以每当政府采用某一项政策 去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迫切需要呢 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当中 那么当经济 沿着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回到 巨型面积之内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的 同时呢 那么经济呢 也必须要付出失业率有所增加的代价 也要必须付出失业率有所增加的代价 或者同样的 当我们的经济位于这个点 我们要用这个扩张性的政策 去解决失业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经济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 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 那么这是我们在利用 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 用政策去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过程当中 必须意识到的 必须意识到 也就是说政策本身 它是有代价的 那么这样一条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应该说很好的反映了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个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 此消彼长的这样一种反向的变化关系 那么而且呢 这条线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 提供了比较大的一个便利 但是呢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 经历了六十年代末的通胀 七十年代初的这个几次石油危机以后 人们越来越发现 这条菲利普斯曲线呢 逐渐有一种逐渐向上移动的这样一种倾向 而伴随着菲利普斯曲线逐渐的向上移动 我们说它本身所具有的政策含义呢 也在逐渐的消退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菲利普斯曲线在逐渐上移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菲利普斯曲线上能够位于这个巨型面积之内的这个线段 这个曲线呢 长度越来越短 换句话来说 合意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组合点呢 越来越少 那么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面临的是 面临的是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或者是更高的失业率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政府呢 需要更加频繁的去干预经济 而政府需要更加频繁的去干预经济 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或者是解决呢 严重的失业问题 而且与此同时呢 即便我们通过干预将经济呢 引入到了巨型面积之内 但是这条新的菲利普斯曲线 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比较 我们也会发现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 那么就意味着 伴随着菲利普斯曲线逐渐的上移 那么就意味着 在相同的失业率水平下 我们要忍受比以前更高的通货膨胀 或者反过来 在相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下呢 我们不得不忍受呢 比以前更高的失业率 那么所以呢 我们会把这个菲利普斯曲线 逐渐上移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就叫做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 那么随着这种恶化现象的出现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之前所建立起来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以及对应的方程呢 已经不能够在很好的解释 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对菲利普斯曲线呢 进行新的解释 那么这个新的解释呢 实际上就是 现在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 弗里德曼 还有呢 还有呢 这个 菲尔普斯 那么一起 他们呢 把预期 把通货膨胀的预期 加入到了 菲利普斯曲线的方程当中 从而很好地解释了 菲利普斯曲线 逐渐上移的这样一种现象 并且与此同时呢 这样一条 附加了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 需求管理政策 所产生的效果 需求管理政策 所产生的效果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呢 加入预期的作用 那么首先 当我们在这条 菲利普斯曲线上 加入一个预期的 通货膨胀的时候 什么是预期的通货膨胀呢 我们说所谓预期的通货膨胀 是由于社会公众 对未来经济发展 及物价变化的趋势 进行了预测 并且根据自己的预测呢 采取了一些相应的经济行为 从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就被我们称之为 预期的通货膨胀 那么这个定义呢 也许很抽象 但是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比如说 如果社会公众预期到 央行会增加货币供给 比如说呢 它会让货币供给量呢 增加5% 当我们对这一点呢 社会公众做出一个 比较一致的预期的时候 那么人们也就会预测呢 下一年度的物价呢 会上涨5% 那么我们就会在 这样一个预测的基础之上呢 来调整我们的经济行为 比如说我们在下一年度 当我们要和厂商呢 签订新的工资合同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要求 下一年度的名义工资呢 必须上涨5% 那么当我们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从银行里面拿到利息的时候 我们也会要求银行 为我们提供呢 在实际利率的基础之上呢 为我们还要再提供一个什么 在实际利率基础之上 加上这个5%的预期 提供一个更高的名义利率 来弥补通货膨胀 可能会给我们到带来的财产损失 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财产损失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租用机器设备的时候 那么租赁方呢 也会怎么样 提高他的租金费用 提高多少呢 提高5%的幅度 因为大家都会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之上呢 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 结果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到了下一年度 工资也上涨了5% 利率也上涨了5% 那么资本的租赁价格也上涨了5% 那么当然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5%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本身预测的通货膨胀 也就会转化为下一年度的实际的通货膨胀 那也就会转化为下一年度实际的通货膨胀 所以通常我们会说呢 通货膨胀是具有惯性的 而这个惯性源于何处呢 就源于预期 如果我们一开始只是呢 这个在心理上预测了可能会发生的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又根据我们的预测 调整了我们实际的经济行为的时候 那么现实的经济当中 就的的确确会发生真实的 和我们的预期呢 至少保持一致的通货膨胀 那么这也就是说 预期的存在 带来了通货膨胀的惯性 而要这里 而我们这里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这种通货膨胀的惯性 对于我们理解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现象 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 那么当然呢 我们说说到预期 预期本身呢 有很多种不同方式的预期 有适应性预期 也有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理性预期 那么所谓的适应性预期呢 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我们会根据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情况 来大概的预测未来可能的情况 这就叫做适应性预期 最为简单的适应性预期呢 就是我们根据今年的通货膨胀率 来预测下一年度的通货膨胀 如果今年发生了5%的通货膨胀 那我就会预测 明年至少也会发生5%的通胀 那么这就是一种适应性的预期 适应性的预期 我是根据过去 这个经济现象 或者说经济数据的表现呢 来预测未来的 来预测未来的 那么菲利普斯在 这个 这个 现在货币主义代表人弗利德曼 他在研究这个菲利普斯曲线的时候呢 他所加入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呢 就是一种适应性的预期 我根据今年度的通货膨胀 来预测下一年度的 这就是 他加入的就是一种适应性的预期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在菲利普斯曲线的方程当中 加入了通货膨胀预期之后 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 我们修正了 菲利普斯曲线的方程 与原有的方程相比较 很明显 我们增加了一个通货膨胀的预期 而这个预期呢 我刚才反复强调过 是所谓的适应性预期 是所谓的适应性预期 那么我们来看 修正了这样的一个 菲利普斯曲线方程之后 来看看曲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先假设一个期初的状况 我们假设期初的时候呢 实际的失业率 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 而此时呢 预期的通货膨胀刚好是零 因此呢 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也是零 因此我们假设期初的时候 经济位于这个点上 经济位于这个点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假设 央行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增加了民意货币供给 那么当央行呢 增加了民意货币供给之后 我们知道 它必然会带来一个通货膨胀 带来一个物价的上涨 而因为呢 这个物价的上涨呢 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零 预期是零 而现在呢 货币供给增加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意外的通货膨胀 那么意外的通货膨胀的存在 而出现 那么就会使得呢 实际工资水平下降 进而呢 提高厂商的利润 那么就会刺激厂商呢 增加产出扩大就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当实际的通货膨胀高于预期的时候 那么自然实际的失业率就会低于自然失业率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这个短期内 在这个短期内 当人们还来不及去调整通货膨胀预期的时候 那么意外的通货膨胀 的的确确会带来产出的增加 就业的提高 当然也就带来了实际失业率的下降 所以在短期内 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 依然保持着一种 此消彼长的返乡关系 我们给了一个通货膨胀之后 那么失业率就下降了 失业率就下降了 那么我们假设 在这样一个刺激性的扩张性的政策的作用之下 经济由原来的这个点 沿着这条短期的 菲利普斯曲线 上移到了这个点 上移到了这个 这样的一个意外的通货膨胀 带来了失业率的下降 经济目前处在这个点上 处在这个点上 那么这一点至少告诉我们 在短期内 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 依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依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是要注意的是 在长期内 在长期内 人们就有充足的时间 去调整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了 之前我的通货膨胀预期是零 但是当我们逐渐认识到了 市场当中 已经发生了一个现实的 派一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水平的时候 根据适应性预期的特征 我们现在就会把我们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期 调整到派一的水平上来 调整到派一的水平上来 那么当我们调整了通货膨胀的预期 那么同时 我们也知道 民意工资也要逐渐上升 那么伴随着民意工资的上升 厂商 当初刺激它扩大产量的动力消失了 厂商又会把它的产量 逐渐的降低到 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上来 逐渐的降低到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上来 当然相应的 失业率也再次回归到自然失业率水平 但问题就在于 当失业率再次回归到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社会公众的通胀预期已经提高到派一的水平了 所以即便μ再次等于了μ一新 那么这个时候的通货膨胀率 也不会再回归到原有的零的水平 而是维持在派一这样一个通货膨胀水平上 那么从图形当中来看 那也就是说在长期内 即便工资上涨以后 明义工资的上涨呢 导致厂商再次把产量调回到这个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上 即便失业率再次回归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 但要注意的是 通货膨胀率不会回归到原有的零水平了 而是维持在派一的水平上 那也就是说经济现在呢 会从这个点水平向右移动到这个点上 原因很简单 因为人们提高了通货膨胀预期 人们提高了通货膨胀的预期 而这样的话呢 也就意味着这条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因为人们提高了通货膨胀预期 而向上移动到了新的位置 向上移动到了新的位置 那么如果经济到达这个点之后 政府再执行一次扩张性的政策 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同样在短期内 意外的通货膨胀依然可能会带来产出的增加 失业的减少 但是这样一个再一次意外的通货膨胀呢 一定呢 会使得现实的通货膨胀率更高 因为我们从这个方程当中就会看到 当自然失业 当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时候 我们实际的通货膨胀一定会高于预期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的通货膨胀会达到派2的水平 达到派2的水平 所以短期内 经济依然会沿着新的这条菲利普斯曲线呢 向左上方移动到这个点 但是在长期内 工资也上涨了 就业再次恢复到自然失业率水平的时候 这个时候通货膨胀却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了 而是会水平向右移动到这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再一次调整了自己的通货膨胀率 根据现实已经发生过的派2这个通货膨胀呢 来形成新的通货膨胀预期 所以即便失业率调整到了自然失业率的水平 那么由于预期的通货膨胀已经调高到派2了 所以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呢 也就是派2 也就是派2 所以呢 这条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会再次向上移动到这个位置 那么依次类推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当我们把通货膨胀的预期 加入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当中的时候 那么菲利普斯曲线本身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在短期内 在人们来不及调整通胀预期的情况下 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 依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 也就是短期内 原有的这条协力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呢 依然成立 但是在长期内 在长期内 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调整 那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呈现一个 逐渐上移的这样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刚刚好就解释了 我们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所观察到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所发生的菲利普斯曲线逐渐上移 逐渐恶化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引入了预期以后 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看到 利用这样的一个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呢 也可以很好的解释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滞胀现象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滞胀现象 那么这个滞胀现象 其实就是伴随着之前几十年 菲利普斯曲线不断的恶化 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上移到了黄色的这样一条线上 已经上移到了这条线上 那么在这个时候 即便遇到了不利的供给冲击 导致产出的下降 那么当产出下降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实际的失业率会高于自然失业率 那么虽然实际的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的时候呢 它会导致通货膨胀下降 但是因为本身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位于一个很高的位置了 所以即便经济衰退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物价的下降 但是社会公众其实依然要忍受一个非常高的什么通货膨胀水平 依然要忍受一个非常高的通货膨胀水平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点其实就体现了一个高失业率 或者说一个严重的经济衰退 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会把这种现象呢 就叫做滞胀现象 因此滞胀现象归根结底 来源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 滞胀现象归根结底 来源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 好 那么这是我们首先介绍了 附加预期以后的菲利普斯曲线 它的这个形成 那么弗里德曼认为呢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附加预期以后 菲利普斯曲线其实呢 可以被我们分成两类 一个是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一个是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那么刚才我们解释过了 在短期内 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呢 此消彼长的关系呢 依然成立 依然成立 所以呢 我们仍然可以画出这样 协力为正 协力为负的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来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发现 这种互相关的关系呢 在长期内会消失 因为呢 经济的变动 人们对于预期的调整 最终呢 会使得我们的经济呢 会使得我们的失业率呢 从长期来看 它是平均在 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 它是平均在 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 不管你的通货膨胀率是多高 最终呢 实际的失业率水平 都会趋向于 自然失业率水平 都会趋向于 自然失业率水平 那么由此呢 他认为在这里 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 还存在着一条垂直的 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这就告诉我们呢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当我们 这个消除了 短期内的扰动之后 那么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 并不存在 此消彼长的关系 或者说两者之间 其实呢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它是无关的 因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 自然失业率水平上 不管你的通货膨胀的状况 到底是如何的 所以我们说 现代货币主义 在研究菲利普斯曲线的时候 附加了预期之后 它其实是呢 将菲利普斯曲线呢 分成了短期和长期 两种 而这样的一个分割呢 实际上也需要我们呢 重新去审视 需求管理政策 所可能产生的效果 要重新去审视了 通过我们刚才的 这样一个图形的推导过程 大家其实呢 已经可以意识到了 如果我们说在短期内 协力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 依然成立的话 那么其实这就意味着 在短期内 需求管理政策 仍然是有效的 当这个政府想要增加产出 扩大就业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呢 制造一个意外的 出乎社会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 来实现产出的增长 就业的扩大 但是要注意的是 在长期内 当社会公众呢 修正了自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之后 产出水平又会回归到 原有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上 所以呢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需求管理政策 其实是无效的 而且不仅是无效的 它还会带来一个副产品 什么样的副产品呢 就是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 因为你实行意思扩张性的政策 就要制造一个意外的通胀 制造一个意外的通胀 而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意外通胀 修正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之后 它会转换成现实的通胀 而这种现实的通胀 是具有什么 具有惯性的 它会始终维持下去 而且呢 会层层加码 你多制造一次扩张性的政策 就会给通货膨胀呢 加一层码 加一层码 结果呢 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不断的恶化 产出水平在长期内 并没有能够获得真实的增长 但是呢 却导致了物价水平呢 持续的上升 却带来了物价水平持续的上升 所以我们说 复加预期的通货膨胀 复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与这个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比 不仅方程是不同的 曲线本身是不一样的 而且政策含义也是不同的 那么同学们可以在复习 这个部分内容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能够从三个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 来区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与复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彼此之间的差异 三点 第一 方程不同 第二 曲线图 图形不同 第三 政策含义不同 你可以从这么三个角度来进行区分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考点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本身 大家一定要把呢 这两个菲利普斯曲线 他们各自的这个区别呢 彼此之间的这个差异呢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下面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 第二个问题 就是理性预期学派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介绍到理性预期学派呢 因为我们说在对于弗里德曼来说 当他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加入预期的时候 我们刚才强调过 他所加入的是一种适应性预期 也就是说他是假设社会公众呢 是根据上一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呢 来预期本期的通货膨胀 或者根据本期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呢 来预期下一期的通货膨胀 这是一种所谓的适应性预期 那么要注意的是 适应性预期所形成的通胀预期 并不一定会等于现实的预期 也正是因此 所以呢 政府才有机会通过制造一个意外的通胀呢 来获得政策效果 来获得政策效果 而理性预期学派 注意 他所强调的预期呢 是一种所谓的理性预期 他强调的是一种所谓的理性预期 而理性预期的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 所谓的理性预期呢 又被我们称之为合理预期 那么这个预期的经济主体呢 我们要假定 他一定是理性的 一定是理性的 那么当这个理性的预期 理性的这个经济主体 在去做预测的时候呢 注意 他的特征是 他一定会力图获得一切有关信息 也就是说 他会收集与他这个预测相关的所有的信息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能够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预测 也就是 他要达到一个目的 他所做出来预测和将要发生的事实呢 是一致的 也就是他会对未来呢 做出完全准确的预测 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 很明显 理性预期的前提是什么 要想形成理性预期 你必须处在一个所谓的完美的信息状态之下 我要对这个未来是 未来的事情的发展的状况 未来发展的趋势 要有一个完全准确的把握 这样我做出来的预测才会和未来实际将要发生的事实呢 保持一致啊 才会和未来发生的事实保持一致 当然呢 这样的一种理性预期呢 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个人来说 其实应该说是比较难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说当我们把整个社会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当他们都去力图 做出理性预期的时候 即便个人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这一点 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啊 这种预期呢 不会发生系统性的根本性的错误 可能会其中有一部分人 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做出偏差的这个预本 这个预测来 但是呢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每一个主体在做预测的时候 都能够收集所有相关的信息去做一个理性的判断的话 那么至少整体的这个预测水平呢 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错误 所以即便有个别人啊 一时呢 判断错误了 他也会很快纠正 他也能够很快纠正 所以要注意的是 理性预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说 在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下 人们的预期在长期内保持正确 人们的预期是正确的 完全可以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实呢 保持一致 这就是理性预期的特点 那么很明显 他要比适应性预期呢 更高级 他要比适应性预期更高级 更准确 那么一旦我们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之上 重新去审视菲利普斯曲线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社会公众 做出的都是理性预测 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实 能够做出准确把握的话 那么央行所执行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恐怕就难以获得他想要获得的效果了 因为一旦货币供给增加了 人们会立刻调整自己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结果工资立刻上涨 工资立刻上涨之后 厂商也就没有扩大产出 扩大就业的这样一个动力了 所以产出水平就会始终保持在 这个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上 而扩张性的政策只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加剧 只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加剧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 理性预期使得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伴随货币供给的增长发生一个立刻向上的移动 也就是说因为人们是立刻调整了自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所以这条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会立刻上移 而伴随着他立刻的上移 伴随着人们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的迅速充分的调整 那么失业率恐怕会始终稳定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 那么这样的扩张性的政策也就难以起到增加产出 扩大就业的作用了 所以呢 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 菲利普斯曲线所具有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 需求管理政策 如果政府执行的是规律性的需求管理政策 事先能够被社会公众预测到的话 那么这样的政策将不产生任何的政策效果 因为人们立刻会调整自己的预期 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 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 所以呢 只有出乎意料的政策 只有出乎人们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货币政策 才有可能在短期内调整产量和就业 但是依然在长期内还是会最终怎么样 失效的 还是会最终失效的 因为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之上的菲利普斯曲线 没有长短期的划分了 不管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 它都会是这样一条什么 垂直线 因为人们会立刻调整预期 会立刻调整预期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说在这个到此为止 那么大家还可以呢 把菲利普斯曲线 在从原始的角度 附加预期的角度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角度 这么三个不同的角度 再次做一个对比 再次做一个对比 那么理性预期学派呢 推导出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呢 需求管理政策 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呢 都无法起到改变产出和就业的作用 政策就完全无效了 所以呢 我们说从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 到这里 理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那么实际上 这三个不同的学派 对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呢 做出了越来越悲观的判断 做出来了更加悲观的一个判断 好了 那么在这一讲当中呢 我们先讲这两个考点 那么下一讲呢 我们继续这一章内容当中 剩余的问题 好 再见 再见